全油管最快新闻,10月28日,江苏省小水县发生一起轿车坠河落水事件,一名男子跳入水中救人后下落不明。 据了解,这位男子名叫张可可,今年26岁,是当天参与救援的热心人之一。 事发时,他和父亲路过事发地,立即展开救援行动。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,多名被困者成功获救。 然而,张可可在最后一次营救后体力不支,不幸失踪。 他被亲友们形容为懂事善良的人,舍己救人的行为让人感到敬佩。 目前,警方已经展开搜救工作,希望能够找到张可可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